深夜时段北捷环状现工地加紧改工 吊车吊挂钢梁 现场人员谨慎小心 尤其在发生终结钢梁砸死人意外后 更不敢大意 明明吊梁作业一般都在夜间动工 为何终结在百天施工 工程单位辩称是因为现场是过完处 搭建的是取线梁 夜间会看不清楚 但真的得在百天施工才看得清楚吗 对此新北市捷运工程处不能认同 只要是对车流 我们评估会影响严重的冲击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都会要求 不可以在白天做施工 北捷环状现有像这样子的过弯处 但吊挂取线梁的工程 仍然是选在夜间施工 在中和绣阳桥底的这处捷运段 弯度将近90度 如此大的弯度 施工单位坚持在夜间施工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工程有很大的危险性 同时附近道路车流相当多 不敢在白天施工 做交管的时候我们大概 基本上看路口的复杂程度 一般的话我们大概至少会四个人 就是在交管的前后路段 各有两个人来做行交通管制 主管单位强调 就算是夜间施工 现场也还是得实施交管 调派四名工人分别在前后指挥 对比终结事发当时 不止在白天车潮多实施工 调化当下交管也遭点名有疏失 是意外还是人祸 恐怕得一一放大检视 记得占品王岳芳 SNG小组新北市报道